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 天灾人祸不断 将来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苦日子 等着我们 但是在哪里我们才能有平安呢 在基督耶稣里面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在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耶稣给你平安 请大家起立 谢谢 这世界虽有苦难 耶稣给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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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深在你心里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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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不断 耶稣给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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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平安 我们有个非常爱我们的天父 他要天天都看顾我们 而且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道路 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啊 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为生活忙 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看顾 他等爱世上人 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一切需要 天父已经都知道 我心中烦恼 让他为你终掉 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看顾 他是全能的主 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信靠他的人 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信靠耶稣 以后你就知道是多么的甜美了 我们下面来唱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我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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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正石 信靠耶稣真是有福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信靠耶稣真是有福 信靠耶稣 我们下石 呢 Rugby kух 改靠耶稣滞 只要 都能 都能 为 你知道 你 摹 另 以后 OK 耶稣 耶稣 何能可靠 我的经验里真是 耶稣 耶稣 保护耶稣 赐我恩 甘心靠你 心靠耶稣 真是天美 随无自我全力尽 重处领受一切恩惠 生命幸乐相安息 耶稣 耶稣 何能可靠 我的经验里真是 耶稣 耶稣 保护耶稣 赐我恩 甘心靠你 耶稣 耶稣 宝贵的耶稣 赐我恩 甘心靠你 耶稣 赐我恩 甘心靠耶稣 何能快乐 耶稣 耶稣 赐我恩 甘心靠你 耶稣 赐我恩 甘心靠你 耶稣 赐我恩 甘心靠你 耶稣 耶稣 何能可靠 我的经验里真是 耶稣 耶稣 何能可靠 耶稣 赐我恩 甘心靠你 哈利路亚 耶稣 赐我恩 甘心靠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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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堪顾 他更爱世上人 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 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堪顾 他是权能的主 心靠他的人真是有足 夜跌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堪顾 他更爱世上人 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主球 你是在荣耀主给主做见证 不是给你自己做见证 我刚才听了以后 一下心就平静下来了 感谢主 本来前些天徐弟兄给我打电话 就跟我说 希望你跟你们家的Maggie 就是能在今天的主日做一个见证 我就想做什么见证 他说你这个一段你信主以后的变化 就心灵的变化 心灵的历程 后来他说完以后就感觉到特别的懵 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神迹没有 就是脑子一片空白 也不知道有什么变化 后来我就跟Maggie商量 我就琢磨说 到底有什么变化呀 就没觉得有什么变化 就日子还是这么过 平常的时候信完诸以后 每个星期到教会来 听讲道 听牧师讲道 然后唱圣歌 然后每星期有时候 那时候团契去查经 到教友家里面 然后去吃吃喝喝 吃得特别高兴 每星期就这样 觉得过得挺好 挺平常的 这几天就想这个事情 到底什么变化 进去心来想以后 确实有很多很多变化 所有这个 就是主和圣灵 一直都在你心里面 在你家里面 就没有离开过你 而且他做的功能就是 默默的 并不是惊天动地 你突然给你家改变什么 突然给改变那个 就是默默的 就是进入你们家庭 默默的改造你们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好 家里变得特别好 关系也特别好 就是夫妻关系也好 然后女儿对我们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祥和 比较祥和了 家里面 在这之前呢 我就想这个问题 就是信主和信主以后了 就是这一段时间呢 还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呢 就我自己有什么变化 就是原来 就是信主以后呢 也是到教会 也是来做一些服事工作 但是更多的时间是 没事看看手机呀 在家里面 看看电视 然后是八卦一下 然后就是 来一起东家长里压转的聊天 就没有很多的那个 去读经分享 后来呢 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疫情以后 疫情以后的时候 咱们有网上一些敬拜 和网上查经 有一次呢 我们家的Maggie查完经以后 就特别高兴 就特别高兴跟我说 咱们下去三步去走走吧 她说我觉得特别的 特别充实 查完经以后 然后呢 就聊得比较多了 就关于经理的东西 聊得比较多 就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聊 一起聊天 就是不仅仅是 家长里短了 而且更多的是 谈论圣经的东西了 这就我比较 感觉变化的东西 还有时候 我的变化是 原来查经的时候 Maggie坐那儿查经 然后呢 我呢 坐不住 她开的那个iPhone 我就在 在那四处走来走去的 逛来逛去的 有时候听一句 有时候不听一句 就是坐不住 后来有一次 那个 陈牧师讲 一个创世纪 抢亚当和夏娃 是夏娃勾引 亚当犯罪 然后呢 我就想这个意思 当然说的可能不对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兴趣 然后读完经以后 我就去跟他去 我们俩就在那边算步 边去争论这个问题 突然就勾起我那种 点拨了我一下 勾起我那种 想要读经的一种欲望 想要了解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后来可能大家也看到了 每次查经的时候 我们俩坐在一块 跟大家一起查 而且一起来分享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大的变化 挺好的 还有一个事就是 哎 祷告 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 祷告原来那个 咱们主日 不是主日祷告 就是有星期四晚上祷告 有时候我开的那个 iPhone也听 别人祷告也不说 刚开始的时候不听 也不开 后来呢慢慢呢 就开始听 听了也不敢说 就听别人怎么讲 然后呢 再到后来呢 可能是有感动 就战战兢兢的开口说了 有一次就 突然就有一次 有一种感动 战战兢兢的说了几句 因为我觉得 后来我们家麦克说 你真勇敢 开始说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感变 挺好的 还有想要分享的 真是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本来说 要剪一些不要太长 后来今天看到 好多新来的朋友 我就想把我这个 一些那个 对祷告这一块的 心理的一个历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本来就要 要给的过去的 pass过去的 但是有新来的朋友 我想分享一下 就我刚来以后 信诸以后 就有一些的过程 怎么来认识 祷告这个事情 刚来的时候 就是听祷告的时候 跟大家新来的朋友一样 然后每次就是觉得 祷告是一个 一个仪式 一个仪式 大家来都有 这么一个程序 每次来 牧师在那上面祷告 然后大家低着头 闭着眼睛 就听 听完以后 最后说一声阿门 就完了 我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看大家都低头 都闭眼睛 然后我就在那 闭着眼睛听 听完以后 也没听懂什么可能 也不明白 也不听不懂 然后就 说完就 阿门完了 这事就完了 然后坐下就听 听讲道 这就是 刚开始的那个 那个变化 就是不懂 不理解 还有一次呢 有一个感动 去年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 疫情之前 我们乔木道班 然后那个 那个阮华长老 那时候 带我木道班 然后有一次 主日之后 他在那个小屋子里面 图书馆里面 然后坐在那个 桌子上 坐在那个椅子上 那个前面放一盒盒饭 然后他在握着手 对方拿个筷子 然后在那低头 他都说 你说什么 然后在旁边看着 说什么呢 说完以后 说一句阿门 然后打开那盒饭 特别高兴地吃 因为我觉得 怎么那么高兴 吃那盒饭 吃了特别高兴 我说这一盒盒饭 至于让你那么高兴 然后吃了那狼吞虎咽的 特香的感觉 然后那个 就说真是心里 都就不理解 说一盒盒饭 让你弄半天 这是一个 就是那时候 不理解的事情 还有就是 看咱们弟兄姊妹 有时在台上 做祷告 或者在底下做祷告 做着做着呢 就哭了 然后就流眼泪 就哽咽 然后 就底下看着他们 没事说得好好 干嘛哭啊 有什么可哭的 然后就 没有那种感动和理解 也不懂可能 就是为什么哭 哭多了以后 我觉得看着挺伤心的 但是这不知道 什么意思 觉得挺伤心的 然后就是对这种不理解 然后就是 后来还有更多的时候 主要就是 包括团契 包括其他的时候 就是大家祷告 长老祷告 姊妹团契也祷告 谁都祷告的时候 我就早在底下听 这个人说的水平高不高 词美不美 然后那逻辑强不强 然后就这种评判 他没有很深入地 去了解这个东西 就评判这个人的水平 所谓水平 并不是很真的 去注意他的内容 他说的什么 那时候可能一是不懂 一是不想听进去 然后反正就是 浮在之外面 浮在这个祷告的外面 就可能那时候 还没有圣灵感动 这就是我那个 对祷告的一个经历 可能以后对你们的一些 新来的有所帮助 一个变化吧 实际上这次最重要的 我想分享两个分享 第一个分享就是 我怎么能够突然觉得 祷告对我有用 突然对我好了 或者我感觉到祷告 是有圣灵了 还就是祷告对我的家庭 有一个改变 首先我就想念一段经文 这个经文是昨天 陈牧师告诉我的 因为我们昨天正好 我跟Maggie也去青年团戏了 送我女儿去 我们喜欢跟青年聊天 正好陈牧师在那儿 就商量了一下 我的这讲稿的事 然后陈牧师说 有两个经文你要弄 对你那个分享比较有用 然后我就一看 哇我真是太厉害了 这是煮什么都给预备好了 实际上我就没有去读 没有去真正的去读这些东西 你没有真正去懂 我说了半天 实际上读这几句话 全部说清楚了 对 所以我现在分享这一段经文 第一段是圣经里面 菲利比书第四章 六到七节的一段经文 应当义无牵挂 只要凡事记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是主的话 反正这次疫情呢 给我的影响特别大 尤其对转变这个 对祷告这一块增强我信心 我记得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吧 疫情刚来的时候 四月份然后澳洲也封城 然后都待在家里面 然后国内的亲切朋友同学呀 就发很多的信息过来 又觉得特别害怕这疫情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呀 然后就说染上就死 空气传播就死 然后还有后遗症 有各种后遗症 让你就是日子不好过 生不如死 那时候就特别害怕 我们俩就在家里面 必在家里面不敢出去 然后就是天天的担惊受怕 有时候呢 要出去没法遛狗怎么办呢 晚上得是半夜 拉着狗我们俩跑去遛着狗 百姓都不敢出去 然后还要是没办法的时候呢 就是买东西 或者到路上的时候 实在没办法出去 就看到陌生人过来的时候 就感觉是一团那个 那病毒飘过来 特别害怕 躲得远远的 真是躲得远远的 就是心里特别不平安 还得惊恐 没有平安和惊恐 没有那个平安的时候 特别惊恐 这种日子过了差不多好几天 就是老是轻轻胆战的 尤其那时候我女儿还上班 就每次送她的时候 我就心里就 特别不敢想她去 辞了算了 别干了 对啊 真的就是让她不想她干了 你什么可干的 命都没了 去了以后 每次都特别的惊恐 不平安 后来有一天晚上 我们俩在那散步 就说这么着 咱们试试 看能不能祷告 祷祷告行不行 然后就站在我们 下棋又站在我们那个 草坪那地方 就拉着手在那 就祷告 刚开始不知道 不会祷告 说句实话 那时候真是没好好听祷告 你说也不知道怎么祷告 然后就说求啊 求主 什么救命啊 然后那个远离 真是救命 然后远离那个 远离这个病毒啊 然后就派天使天兵 他们保卫我们啊 反正就是所有这些东西 都为了我们这个家里面 或为了亲人 能够躲离 躲开这个病毒 就一直在祷告 有时候祷告一两 第一次祷告完了 也没感觉什么 还是不 还是紧张 然后说再祷告 我们俩就拉着手走 走了好几圈 反正那天也是 祷告完了回去 也没感觉特别平安 就是还是紧张 就后来我们每天就 有时间就去祷告 就祷告 有时间在一块祷告 可能过了几天吧 几天 五六千七八天 我也不知道几天了 反正有一天突然就感觉 就放松下来了 就不那么紧张了 就是感觉一下牵挂下来了 不那么紧张了 所以后来那个 我就想是不是 麦克里跟我说 可能是不是 这个祷告 有用了 主给那个派天兵天将来了 就能保护我们了 就感觉特别好 就是突然感觉可能祷告是有用的 而且能够首先建立了自己的信心 自己强大了 可能他真没有派什么人来 但是你自己强大了 对 你自己强大起来了 这是这个 后来我们就开始就老要祷告 就不管什么事情都开始祷告 这就是我从开始不祷告 到后来慢慢祷告 觉得能够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 而且一种能够强大自己 能够觉得可能主 可能圣灵就在我们这 可能就肯定是在保护我们 因为我们是主的儿女 肯定会保护我们的 所以这是这一次的 就是转变过来 从心上来转变的一个过程 后来我们一直就 每次都要开口祷告 做什么事情都要开口祷告 包括吃早餐 包括吃一个面包 原来他吃盒饭软滑 我们吃个面包片 吃个饼干早上起来都要祷告 说半天也是说半天 对对对 说半天真是真是 我觉得这个很好 这是一个 一个就是变化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 我女儿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也是挺大的 我觉得特别感 这是 感谢主的一个 就给我们的一个福分 在这之前 我还想读这一个经文 这也是主 其实都安排好的一个东西 真是我是没有去好好读这个 真是全都在这个话里面 这段经文是路德福音的第十一章 九到十一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 九到十一节 他说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这段话太确实了 而且就是说得太准确了 我记得有三个月了吧 前两三个月之前呢 我开车送女儿上班 早上起来 然后就开着音乐挺高兴 跟每天一样嘛 听着音乐然后挺高兴 就开着送 然后后来我女儿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老爸你把收音机关上 她说我要做个祷告 哇我一听就就惊了 我从来没有她主动说去要做祷告的 平常我们要做祷告干什么 她都无所谓的 根本不去听或者无所谓的 对天早上突然她要做个祷告 因为我就特别激动 然后我就看她做祷告 心想啊太好了 就是她能够不知道谁是主 在给她做工呢 还是怎么回事 她突然能有一种感触 做祷告了 我心情特别高兴 然后那天送到给她送回去以后 送走以后我就回来就高兴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主赐给我们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一个福分 因为呢我们我跟Maggie呢 对这个女儿是 怎么说宠爱太多了 就是她是牵挂 我们牵挂太多 对她牵挂特别多 在以前呢就是 她信主已经有洗礼力一年多了吧 也是有一年多了 但是那时候信完以后 很少来教会各种原因吧 也很少读经 很少参加青年团契 几乎就跟主就断了联系了 就没有来 就不听这些东西 而且她有 事实上有很多好朋友 然后他们一起老是 happy呀 吃喝呀玩啊 老是也特别高兴 兴高采烈的一天到晚的 然后有时候她回家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呢 感受她就是有一些 也有一些焦虑和无助和迷失 这是我们就特别心疼的 就是特别想帮她 但是不知道怎么帮 有时候我们也跟她谈 聊天 就用人的那种方法跟她谈 想要教育她 但是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她根本就不听 你跟教育她 她就比你主意还多呢 然后就根本就不听 后来呢 我那个 Maggie就说 我们就说 算了 咱们这是真是没有办法 把它交给主 主会带领她的 因为上次咱们分享之后 跟陈牧师也说过这个事 还真是这么回事 就是突然之间 在有意无意之间 主突然点拨了她 让她开口祷告了 我觉得太高兴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家 是最好的事今年 也是 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所以我们的负担慢慢放下来了 这个事也是 在这之中 我们也 我们不足地给她祷告 我跟Maggie 一直都给她祷告 然后同时 我就找咱们的姊妹 一些姊妹 帮着一起祷告 真是帮着一起祷告 真心真意地给她祷告 很长时间 我想可能圣经在感动她 突然让她改变过来了 所以要感谢这些姊妹 再也我在这里 也恳求所有的弟兄姊妹 能帮我的女儿祷告 让她能有一天真正地 回到主的怀抱 这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的 感谢主 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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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